來東京玩吃飽飯之後只有回飯店這個水巷嗎? 東京,我今天要帶大家的家裡 我們吃飽飯的時間在東京夜遊 我們現在人在新宿車站 帶大家在附近逛逛吧 新宿的百貨公司比其他地方營業到比較晚一點 通常可以到9點到10點喔 這家附來自來是包包滿滿宿逛的百貨公司 我通常喜歡在下班的時候逛 但是難得營業到10點的百貨公司 新宿的這種Game Center大概都會營業到深夜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盡情來夾娃娃 我是用這家比克羅拉開到晚上10點 就算吃飽飯慢慢逛也沒關係 新宿的花園神社到晚上都還有開喔 接下來大家去晚上最熱鬧的歌舞雞丁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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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方向走 那我們接下來搭富都新線前往社 那我們剛會選擇從新宿搭富都新線啊 是因為它的地鐵出口一出來 就可以到Scramble上去看夜景 這邊的門票一張是2000元的日幣 這個新開展望台應該是東映走 目前第一名的展望台 這邊跟六本木之丘都一樣 屬於室外的展望台 但我覺得這邊比六本木之丘再好一點點 地方是它的活動空間比較大 大家可以到處走到處拍 好 看完了 我們再到附近走走吧 我們在哪邊小酌一杯呢 我們在社谷巷子裡面偶然看到一下 叫做OL by Oslo Brewing 然後它這邊主要是賣craft beer 精釀啤酒 不錯喝耶 我點的這個是柚子風味 那這個大杯的話是1350日幣 以上就是吃飽朋友的東京夜遊信長 我是寶寶 我是寶寶 下次見 掰掰 我是寶寶 然後每晚都還沒放下 我只想吃那一乾 謝謝你 感覺到你